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七十集 陈哥因为接受了墨阳中学二新难度任务 于是决定跟踪范玉和他姑姑 看能不能找点线索 刚进入一条巷子 前面的两人却突然加快了脚步 而破旧的巷子纵横交错 陈哥害怕跟丢也加快了速度 绕过几个弯后 前面出现一排低矮的二层小楼 范玉和他姑姑在这里消失了 污水沟散发着臭气 墙壁上写着拆迁的大红字 角落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 陈哥走到小楼下方 心中疑惑 一个接一个出现 这两句话还全部都是给陈哥说的 他似乎很反感哭哭 是性格障碍 接受不了别人的关案 还是另有隐形 上了楼 二层指出了一户人家 栏杆上亮着衣服 裤子 裤子 过道上打扫得干干净净 和楼下比起来要干净太多了 房门没有关 陈哥没敢冒进 敲了敲房门 有人吗 稍等 屋内响起脚步声 很快 范玉姑姑从里间走出 她看到门口的陈哥时 明显停顿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是我们进鬼屋参观 给你带来麻烦了吗 没有 我只是对小家伙的情况 比较感兴趣 想问他一些事情 陈哥停在门口 他发现女人没有任何邀请他 进入屋内的椅子 只好后着脸皮继续开口 你别误会 我在九江医学院 有很多朋友 说不定可以帮助你们 谢谢 不用了 女人没有考虑 就直接拒绝 陈哥也觉得 自己的行为有些唐突 我真的不是坏人 也没有恶意 你可以看一下手机 找到今天的九江早前新闻 陈哥借女人无动于衷 便拿出自己的手机 随便找了一条 他帮助警方破获 平安公寓案子的新闻 你看 我曾为警方破案提供了关键线索 还被授予奖章 陈哥把手机递给黑兽女人 对方接过后扫了一眼 探灵主播 深山玉险 遭警方解救 鬼屋老板 午夜作死 险酿大祸 这些标题不重要 里面应该有我的照片 陈哥再三解释 范玉姑姑才收起了疑心 把手机还给了他 来客厅坐吧 门就不要关了 好的 范玉姑姑把陈哥领到客厅 说是客厅 其实就是间三十平米 拥挤着餐桌和床坡的 比较大的房间 黑兽女人有些不好意思 一时间神情 竟然都和范玉 看起来有点相似了 没想到有人来 所以就一直没收拾 让你见笑了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 不用 我只是想要问问 关于那孩子父母的事情 越详细越好 陈哥取出手机 随时准备记录有用的东西 女人坐在陈哥对面 叹了口气 都过去那么久了 你问这些干什么 不过 她还是将三年前 发生在沐阳中学的事情 又讲了一遍 三年前的夏天 沐阳中学还没有风停 那天下了大暴雨 范玉的父母回到家里后 发现范玉不见了踪影 便冒着大雨外出寻找 可谁知道 这一去就是永别 范玉姑姑把三年前 给警方说的话 又跟陈哥服输了一遍 看来男孩父母失踪的 根本原因 还在小男孩自己身上 陈哥把关键点 都记在了手机里 然后努力还原起了 事情的经过 暴雨倾盆 范玉的父母下班回家后 发现孩子不见了 然后冒雨外出寻找 他们遇害的第一现场 暂时不清楚 但是藏尸的地方 很有可能是在沐阳中学的水井里 而整个过程 极有可能被小男孩看到 他是唯一的目击者 估计也正是因为看到了那些场景 才导致了小男孩变得不太正常 陈哥双眼望着桌面 他忽然觉得不太对劲 从口袋里取出黑色手机 找到通灵学校的几个支线任务 其中关于支线任务六身井的描述是 妹妹和弟弟放学后没有回家 他们去了哪里 黑色手机的任务系统不可能出错 那那个弟弟和妹妹是什么意思 按照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 被塞入井中的应该是小男孩的父母才对 哪里出了问题 陈哥把手机收起 看着眼睛放红的范玉姑姑 不太确定地问了一句 范玉是独生子吗 她有没有弟弟和妹妹 刚问出口 范玉姑姑就变了脸色 她的手指狠狠抓紧肉里 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有时我两个孩子都没出事 那小雨现在也应该有弟弟和妹妹了 你的孩子 陈哥进入房间前 看到阳台上晾晒的衣服 只有男孩和女人的 并没有成年男人的 所以她还以为女人没有结婚 很小的时候就腰折了 范玉姑姑的情绪有些失控 她说了一句抱歉 就钻进了厨房 陈哥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范玉确实有弟弟和妹妹 但是根据她姑姑描述 她的弟弟和妹妹 应该早就不在了 可为什么黑色手机 会说弟弟和妹妹 放学后没有回家 不在的人 怎么去上学 是黑色手机搞错了 还是姑姑在撒谎 又或者 是范玉出现了幻觉 范玉姑姑在厨房里 翻找什么东西没有出来 诚哥起身朝屋子里 唯一的单肩走去 范玉应该就在那里 这个小家伙是整件事的中心 推开房门 卧室里收拾得很干净 范玉站在书桌前面 似乎正在说些什么东西 诚哥走到那孩子身后 看了一眼 发现这孩子在画画 他似乎特别喜欢红色和黑色 小月 你这画的是什么呀 诚哥怕吓着小孩 声音很轻 男孩扭头看了诚哥一眼 没有回答 又继续画了起来 随着他不断涂抹 纸上的图案慢慢清晰 纯黑色的房屋里 站着几个红色的小人 画完后范玉将白纸揉成一团 扔在地上又开始画其他的画 诚哥看了半天 他发现这孩子的画核心内容就两个 黑色的房子和红色的小人 有什么寓意呢 诚哥从地上捡起那幅画 铺平叠好 端详片刻后 偷偷塞进了裤子口袋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